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章 基督论宗的副教学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提到 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可信的凭据 在十徒新传十七章三十一节里面提到 基督从十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所有信仰的基础 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那一位得救的凭据 他是我们得胜的凭据 他也是我们得荣耀的凭据 所以基督的复活等于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注实 那么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已经提到 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是得救的凭据呢 因为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独一的真神 耶稣的复活也证明他是唯一的救主 因为只有复活的主没有被死亡拘禁的主 才是一位无罪的他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得救的确据 他进一步是我们得胜的确据 很多的宗教都宣称他们可以给人有一种信仰的力量 可以胜过最后也好胜过苦难也好 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这个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那么耶稣的复活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 耶稣从死里复活展现了他最伟大的能力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力量 就是死亡 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能够胜过的一个力量 曾经以前有一个表演魔术的人 这一个人非常厉害 他常常做一种表演就是 你把它关在任何一个盒子里面 他会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盒子 有的表演用什么多少个铁链把它捆起来 他都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跑出来 从那个盒子里面跑出来 哇这个魔术师非常的厉害 但是有一天啊 他进到一个盒子里面就没有再出来 是什么呢就是棺材 所以可见死亡是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力量 那么所以当有人在问说 所有的宗教都说他们有力量可以给人 赐给人胜过苦难胜过罪恶 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 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战胜了死亡 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 连死亡都能胜过的这位耶稣基督 魔鬼罪恶任何人生的苦难 重担他都能够帮助我们得胜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 死亡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看见那个他的能力 如果他连死亡这么最厉害的一个力量 他都能够胜过 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是他不能得胜的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每一次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再次来想到 耶稣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我想也许我们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 有关马丁路德的故事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 面对那个教皇的逼迫 他内心压力非常大 常常出生入死 那么有一次他回到家的时候 贪坐在他的书房的这个椅子上面 非常沮丧 因为他觉得哇这个战争很难打 跟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这个教皇 在那里抵挡 那么他就贪坐在那个地方 非常挫折 他的妻子进来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妻子说 算了算了 我看我放弃算了 他的妻子一言不发 就去换了一套衣服 穿了一个全身都是黑色的衣服 那么马丁路德看到他穿这个衣服 就坐起来吓一跳 他说你怎么穿这个衣服啊 谁死了 因为在西方他们穿黑色的衣服 是一种商礼的衣服 他说你怎么穿这个衣服啊 谁死了 他说耶稣死了 他说你乱讲 耶稣怎么会死 他说你这个样子 就很像耶稣死掉的一样 他就突然就再次得着力量 他说对 我所信的这位主 从死里复活了 他连死亡都能够胜过 那么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得胜的 所以他就再次得着力量 重新站起来 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 我们就知道 的确 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 四面受敌 这个到处都有一些难处 我们服侍主的人总是会遇到各样的难处 什么是我们得胜的 那个力量的来源呢 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有一首诗歌 因他活着讲到说 这个因他活着 我能够面对明天 这个生命充满希望 只因为他活着 耶稣的复活 使我们有一个十足的把握 使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确具 我们相信耶稣能够带领我们 经过人生的狂风怒潮 这个是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太棒了 他说我们不只是我们得救的确具 他是我们得胜的确具 好不只是这样 基督的复活不死是我们得救的确具 得胜的确具 从永恒来讲 他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他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确具 今天当我们在传福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 很多人会问说 很多宗教都告诉我们说 人都可以靠着这个宗教可以上天堂 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那么我想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问 有十个人在讲 上海长的什么样子 那么我想什么样的人讲的会最准确呢 很简单 那个曾经去过的人 讲的一定最准确 今天耶稣基督 他经过使门 进入到永恒里面 又从永恒里面回来 所以他为我们揭开了 永恒的神秘的面纱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真正知道人死后的一个归宿 人死后的一个归宿 这个是我们看到 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得荣耀的确计 我有这一位曾经进入永恒又回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他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 他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死后的这个归宿 所以呢我们看见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 他会不再惧怕死亡 好像我们刚刚读过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五节说 十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十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今天你看见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 他在死亡的时刻里面 是对死亡是没有惧怕的 相反的你看见 在这个历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蜀本华 蜀本华这个人一生以无神论者自居 但是当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么听说非常的恐惧 好像觉得有什么黑暗要把他抓走一样 所以感谢上帝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荣耀的确计 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人 我们不再惧怕死亡 因为我们知道死亡 不是结束 而是另外一个人生的经历的开始 另外一个经历的开始 所以一个信耶稣复活的人 不但不再惧怕死亡 我们也会更积极 更善用我们今生的生命 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 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当时认为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二节 既传基督是从死亡复活的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 这个是很离谱的事情 很大胆 他们竟然信仰到一个地步说 没有复活 人死如灯灭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人主张 人死如灯灭呢 很简单 我想他们有一个目的 既然人死如灯灭 那么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个当时他们为什么会有人 主张人死如灯灭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十五章三十三节 三十四节 你们不要自欺 滥交是败坏善行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 他们在怎么样自欺呢 就是他们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所以人死如灯灭 所以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 要败坏善行 要在那里放纵他们的这个私欲 所以保罗说不 有复活 死人有复活 所以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然后保罗在这里很语重心长的说 你们还在那里醉生梦死 有人不认识神 还有那么多人不认识神 你们却在那里醉生梦死 所以呢 今天有很多人 为什么主张人死如灯灭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 那么可以逃避将来的这个审判 所以保罗说 真的如果没有死人复活 那么我何必这么辛苦呢 保罗说你看我们看一下 十五章三十二节 我若当日向寻常人 再与福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饱 因为明天要死 如果人死如灯灭 如果死亡一切就结束了 那么的确我们当然应该要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我们就放纵 放纵度日 所以保罗说 你看我们再看 第十九节 他说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永恒 那么当然我们就 尽量放纵肉体的情欲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有永恒 所以我们今生活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保罗劝勉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有永恒 人死不是如灯灭 人死是另外一个开始 所以他最后鼓励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五十八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感谢主 因为有复活 所以我们的劳苦绝对不突然 必定有奖赏 这个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耶稣的复活这么重要 他是我们得救的确具 他是我们得胜的确具 他也是我们得荣耀的确具 感谢主 好 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不只是告诉我们 耶稣的复活这个真理 是多么的重要 他也证明 基督的复活 我们看见他从三个角度 来证明基督的复活 我们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他不断地强调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史料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好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来证明基督的复活呢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 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 耶稣要从死里复活 我想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 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有什么地方预言到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呢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十六篇 诗篇十六篇第十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使徒们用来证明 旧约预言到 耶稣必不被撇在阴间 他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 好我们只用这一处经文 保罗他提到 耶稣的复活是有圣经的预言的 还有呢 保罗怎么样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呢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的信仰整个就垮掉 所以怎么样来证明耶稣的复活 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保罗 除了用圣经的预言来证明 这个基督的复活之外 他还用什么角度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节 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 他怎么样来证明基督的复活呢 他说基督的复活是很多人看到 而且这些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活着的 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复活很多人看到 那么而且是非常接近的时代 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在那个时代里面从十里复活 那么这个如果你要造假是很容易被揭穿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人在那里传说 这个毛泽东毛主席没有死 我想这个谎言一定很容易就被揭穿 因为他当代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现在说 我们说孔子从十里复活 可能很难去求证 很难去求证 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耶稣的复活很多人到现在还在 所以你很容易去 这个很多目击者现在还在 所以你很容易去证明的 好还有呢 其实更重要的 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出很多的人出来呢 比如说他提出谁 基法 显给基法看 显给十二使徒看 显给很多弟兄看 然后显给雅各看 然后最后显给保罗看 为什么他要讲这些人出来呢 很简单 他用什么来证明耶稣从十里复活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怎么样证明耶稣从十里复活 最重要的证明就是 所有遇见耶稣 复活的耶稣的人 他的生命都改变了 你看见他为什么要提基法 我们都知道基法 他三次不认主 所以这个三次不认主的基法 他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呢 因为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所以你看见这个彼得 到底怎么生命会有一百八十度转变 本来是三次不认主 这个吓得要命的 但是他到底怎么生命改变呢 我们知道 这个根据教会历史里面 可靠的传说 提到彼得 他是在尼路王 这个杀基督徒的时候 被盗定死甲而死的 当他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恐惧 很多人就说 你们既然这么喜欢传死甲 我就把你定死甲 彼得很从容的说 我不配跟我的主 一样定死甲 所以他就被盗定死甲 所以你看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改变呢 还有十二使徒也是一样 当耶稣被抓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跑光光的 他们都关在那个门内 怕犹太人 所以他们怎么样 到最后我们看见这十二个使徒 到最后每一个都殉道 每一个都殉道 你看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只有一个答案 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基督 还有这里面特别为什么提到说 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又已经睡了 有一半的人已经睡了 睡了就是死掉的意思 为什么会有一半的人死亡了呢 那么一定跟殉道也有关系 然后这里面提到说 显给雅各看 这个雅各是谁呢 雅各是耶稣的兄弟 耶稣的弟弟 那么大家记得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项里面 看见耶稣的弟弟 一开始也是不大相信耶稣的 但是他们也改变了 也改变了 雅各在显给众使徒看 最后显给谁看呢 这里面特别提到说 显给保罗看 然后他提到说 保罗提到说 他原本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九节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被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极力的证明耶稣的复活 他说很简单 你看我就知道了 你看我以前是一个 逼迫教会的人 但是我现在变成 最热心服侍教会的人 为什么 唯一的答案 就是因为我亲自遇见了 这位复活的基督 所以感谢主 一个人 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 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 他的生命都会改变 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复活最好的证明 今天我们怎么样去 向人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 你告诉他 我的生命的改变 我人生的改变 就是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最好的证明 好 这个是有关基督复活的证明 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 基督复活的 他的身体的特质 到底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他那个复活的身体 或者所谓的灵体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那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耶稣是出手的果子 所以耶稣的复活的身体 将来在永恒里面 我们也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了解耶稣复活的身体 我们也就知道我们将来 我们复活的身体会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24章39节 路加福音24章39节 这里面提到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 不是一个灵魂 不是一个灵魂 是有骨有肉的 还有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约翰福音21章15节 约翰福音21章15节 我们看见约翰福音21章15节 这里面提到说 这个耶稣可以跟门徒一起吃早饭 哇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可以吃东西的 我相信这个对很多很喜欢吃的人是一大福音 原来我们将来在天上还是可以吃的 还是吃东西的 还有呢 但是耶稣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不一样 还是很不一样 就是他虽然是一个有骨有肉 能够吃东西 但是他是一个属灵的身体 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见 我想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 当门都关起来的时候 耶稣可以穿过门 进到他们当中 那么当他在路上遇到以马五师的 这个在以马五师的时候 遇到两个门徒的时候 剥柄完之后 这个耶稣忽然不见了 所以耶稣的身体是 是你可以认得出 好像是耶稣 但是又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 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是很特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第21章 约翰福音21章第12节 这节经文很有趣 这节经文说什么 当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 向门徒显现 向门徒显现 然后这里面讲说什么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 然后这里说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你们没有觉得这个经文很特别吗 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因为知道是主 我们读这节经文觉得很奇怪 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不是知道是主了 还要问他你是谁吗 所以可见耶稣复活以后 他的那一个身体是很特别的 他的身体是很特别的 就是你又可以知道好像是主 但是又觉得奇怪又好像不大一样 那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属灵的身体 他是超越肉体跟超越三度空间的 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 我们从圣经里面稍微能够看到 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复活以后 我们的身体是跟耶稣一样的 有骨有肉 能够吃东西 能够超越三度空间 可能我们可以随时想到 我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 我想我们第六章 基督论中的副教学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继续来看 中国大陆重大的异端跟极端